朱翔 她真的很親和 她沒有什麼特別的 她不能看得到 覺得自己高高正上 她沒有格子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曾經在1975年訪港 至深大律師 前監警會主席梁定邦 獲時任港督麥理號引戰 連續五天擔任女王的官方翻譯員 陪女王出巡 後來她說馬上跟她的垂涎說 她寫下她的情況 後來我相信有沒有追蹤我都不知道 但我相信英女王通常做這些一定要追蹤 梁定邦說英女王為人認真很注重細節 每次探訪都會做足功課 被問到當年是否因為帥哥高大 而中選翻譯一職 梁定邦就笑言 港督選人是以專業為上 當然不是啦 不是的 這個不是那個歌要求 歌要求就是某里號 一定找一個人很專業的討論 而且一定要遇到我們香港的情況 所以她一定在武官那裡找她 我經常跟她某里號做事出巡 所以我經常跟她做翻譯 所以看到她比較相信我 她又讚揚英女王值得年輕人學習 對她的離世感到滿意 她是當代可以說是最值得我們敬仰一個功募 而且她這一生都是為國家 為他們的人民的工作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見法 而且值得我們其他人的見仰 也都值得我們年輕人 對這個國家和自己的職責 肩負的責任 這是一個好的港元